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晚间好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看到弟兄姐妹 你在这段时间的不断的追求神的话语 渴慕祂的话语 我相信这都是渐渐的帮助我们在灵命上 更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的来看 从诗篇119篇来看时事动态 我们非常感谢神这第九周的主题为 敬畏神爱慕祂的话语 何谓敬畏爱慕呢 当我们能够渐渐的爱上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的生命 也开始渐渐的学习敬畏祂 敬畏祂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不但知道神的话语有能力的同时 我们也要学习让神的话语建立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今天我们将会看诗篇119篇的第113节到120节 在这里呢还没开始我用一处经文来到鼓励弟兄姊妹 诗篇第37篇18节 诗篇37第18节说到 哈利路亚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面当我们敬畏神爱慕祂话语的时候 上帝就成就许多美好的事情在我们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我们感谢赞明你今天 我们相信主啊你要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 就如同主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 主啊你知道 完全知道我们这完全人的日子 我们祷告我们祈求 虽然在极难当中我们不知羞愧 虽然在饥荒的日子里头 主啊我们必得饱足 因为我们深信知道 主啊你会带领我们赐福我们这接下来的日子 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看顾我们 如此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这时候呢为大家读出来113节一直到120节 这里说到 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 但你的立法为我所爱 你是我长生之处 又是我的盾牌 我神仰望你的话语 115节说到 做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 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 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 使我存活 也不叫我因奢望而害羞 117节说到 求你扶持我 我便得救 时常看重你的利劣 凡偏离你利劣的人 你都轻弃他们 因为他们的愧疾必归虚空 119节说到 凡地上的恶人 你除掉他 好像除掉茶渣 因此我爱你的法度 我因惧怕你 肉就发抖 我也怕你的叛御 我们感谢上帝 神的话语是如此真实的说到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不要有心怀恶意 为何心怀恶意呢 就是可能爱这一个或爱另外一个 同一个时间爱两样东西 会痛苦吗 会辛苦吗 我觉得有一点的挑战 是吗 就如同在马太福音 第6章24节说到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一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那么意思是 然后财力的意思 那么贪爱地上的钱财呢 我们就很难专意的爱神了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如此的提醒 跟安慰在里面 我们祷告我们祈求 我们知道 我们不可以负列了其中一样 但如果我们负列了一样以后呢 我们就会把另外一样 看得非常非常的重了 今天如果你爱上帝的话 并不是因为钱财不重要 乃是上帝因着你爱他 上帝会为你预备 上帝会为你祝福 带来祝福 那就是一个更美好的事情了 我常常鼓励大家 当我们看到以神为主要的时候 神就会渐渐地 在我们生命中 开始做那奇妙的工作 有许多时候 我们常常会跟神讨价还价的 我们一直在想 神啊 如果我愿意做这个事情 你会不会祝福我另外一件事情呢 其实这一个就是讨价还价 但如果你的心里面是爱慕神 敬畏神的话呢 你一心只是为上帝而做 哪怕呢你没想过的事情呢 上帝因为恩宠你 他就为你预备做更大的事情了 我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让这世代的金钱马门 不会影响我们 让我们能够爱主的心呢 切乏了 因为我们知道 信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并不切乏 就如同诗篇 二十三篇第一节所说的 耶尔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切乏 主为我们供应所需要的每一切 但是当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谨记的是 我们要学习敬畏神 爱慕祂的话语 当如此做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动作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很在乎的是上帝的眼光 而不是人的眼光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担心一件事情 会使我们进入到精神状态里面 甚至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会害怕惧怕担忧 来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的日子 该如何走 但是今天神却告诉我们 祂是吃平安 是喜乐的神 祂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祷告我祈求 若我们遵行神的话 我们就不可以以恶人为伍 是的 我们因为我们必须要懂得 因为恶人会常常拦阻我们 来到神的面前 使到我们偏离了神的话语 离弃了神的话语 所以今天我祷告 至少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预备我们的心 等一下有三个重点 会跟弟兄姐妹 大概大约的来探讨 来所说到的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都是大卫常常对所罗门王 所交代的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到什么呢 我儿啊 所罗门啊 你当认识耶尔华 你父的神 诚心乐意地侍奉他 因为呢 他监察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心思意念 你若寻求他 他必使你行见 你若离去他 他必永远丢弃你 是的 来到呢 历代之上的 二十八章 第九第十节里面说到的 第十节说到什么 你当谨慎 因耶尔华 卷选你建造 殿语 作为圣所 你当刚强即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的的切切的 要建立圣所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已经相隔了 这么多的年日 没有人敢提到 为耶尔华建圣所 但上帝却允许 所罗门 为他建圣殿 为什么 因为他敬畏神 爱慕神的话 是因为他的爸爸 大卫王 一次不断的提醒他 今天我们很感谢上帝 我们有基督徒的家庭 我们有基督徒的情侣 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 可能在这里呢 大家听了 有一点感觉 不是很送快的 但是呢 我在这里还是仍然要鼓励大家 如果一个家庭是基督教的信仰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 如果一对情侣男女朋友 你都是基督徒的话 那么你也一样可以在神的话语上追求啊 是的 我鼓励大家 如果真的以后的日子 你想要找另外一半的 然后呢 我这边不是介绍所 然后呢 你要找另外一半的 你不妨祷告向主求 是的 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个最好的 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写 让上帝为你准备最好的 因为上帝要我们诚心乐意的来到侍奉他 是的 就是完全的以我们的心来侍奉神为喜乐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大卫是他所做的心愿 就是使到呢 他的子子孙孙能够顺服在上帝里面 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 我们能够爱慕他 我们能够敬畏他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在当中 神检选我们 是的 当他检选我们的时候 他不愿我们独自的来担担这一个的任务 就如同所罗门王建圣殿的任务一样 他只需要专心寻求神 哇 这一句话说了以后 是不是有一种感慨或感触呢 是的 有时候我们要建立我们庞大的事业 我们是不是专心在事业里面 还是我们更要专心寻求神呢 所罗门 我们用所罗门王的方式来做一个原则好吗 我况且不要说对错可以不可以 但我要说的是呢 我们能够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上 我们好好的来到建立我们的事业 上帝是不是如此说到的 所罗门王他专心寻求神 把圣剑圣殿的重担都交托给神的时候 上帝让他成就了这一件事情 不只是这样 上帝还扩张了他的国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尽心寻求神的时候 就必寻建 你要建立回你的家庭 你寻求神 你要建立回你的学业 你要寻求神 你要建立你的事业 你要寻求神 你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尤其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寻求神 神就会为你开路了 因为上帝会赐下他的百姓的安慰和激励的话语 使到我们能够知道 当我们遵行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 不是讲你不做工不读书 祷告行就神 神就让你考一个好的成绩 不是 我告诉你 上帝会给你更大的智慧 更多的聪明 然后你就总的怎么样做 你会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它 而不放会了 你好长了一段时间 然后努力的苦干 然后最后只有那一点点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的原则就是这样 今天我要问到的 当一个人敬畏神爱慕他话语的时候 带来什么好处呢 第一点 我们真正的生命 何谓真正的生命呢 就是与神同在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上帝称为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的神 祂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有没有与神同在啊 今天我祷告祈求 当上帝的名字 耶稣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 祂就是拯救 祂的使命就是要将百姓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而不是呢 从罗马人手下救出来 祂的百姓 耶稣基督的百姓 不但神的百姓 不但是犹太人 也包括外邦人 这是以后的日子 所形成在使徒行传 第十八章第十节有说到的 主耶稣基督不只是救人 以这一个罪恶之中 让祂也使我们从罪恶之中得赦免 而且从罪恶之中出来以后 然后不再成为罪的权势 罪的奴仆 而是有国度基业的孩子 所以我们可以称 以上帝为父的原因就在这里了 我求主帮助我们 我相信今天 当我们活出真正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成为环境的受害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是不是环境的受害者 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的环境不如意的时候 然后你就受害了吗 很多时候我们是成为了环境的受害者 我们常常因为环境打倒了我们 我们常常因为一个口角打倒了我们 一个关系打倒了我们 有多少次我们讲 我们是关系中的受害者 我们是环境中的受害者 我们是金钱的受害者 我们是地位的受害者 我们是权力的受害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否是这些东西拦住了我们呢 那么我们只是败在哪里呢 那掌权死权的魔鬼之中 求主帮助我们 主耶稣基督要吃人生命 并且吃得更丰盛 这是神告诉我们的 第二 我们可以爱慕神的同时 又能够敬畏神呢 这就是爱有根有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非常喜欢这个爱有根有基 爱有根有基的意思 不是口中说出来表达出来 我爱你 而心里面却没有爱的 那都是我们常常说 所讲的 这一个爱在心里口难开 这也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爱在你心里面就已经有了 虽然口难开 但是你的行动可不可以做出来 可以 可以 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面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得以和众生徒一同 明白基督的爱 适合等长阔高升 长阔高升就是有一个什么 线 有一个限 有一个凉度 有一个凉度 有一个宽度 有一个长度 有一个深度在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他不是一个抽象的 他是一切切是可以努力营造的 然后来到以福所书第三章 十九节说到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透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足的充满了你们 哈利路亚 滴滴切切的 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因为圣灵要刚强我们 要带领我们 以至于我们 今天爱可以在我们的众弟兄姐妹里面活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爱就证明没有圣灵的内住 而没有圣灵就无法真正的认识神 也不能真正的顺服神 所以顺服是爱的果子 没有有根有基的爱 证明并没有得救的信心了 我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尤其是在教会肢体里面 我们常常都在恩赐应用当中 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但当我们有基础来爱彼此相爱的时候 上帝就建造我们的生命了 最后一点 也就是什么呢 补满这一个信心的不足 是的 我们今天要上帝来填补我们信心的不足 当我们爱慕祂的时候 我们敬畏祂的时候 我们昼夜的来寻求祂 要见你们的面 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是的 这是在《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十节 上面所讲的 虽然铁撒罗尼迦的信徒已经在爱心和爱心 和这个信心上有美好的见证 已经在诸般患难和试探当中 引诱当中里面靠主站立得稳了 但他们还是怎么样啊 在很多事情上很幼稚的 然后呢还会面临很多花样翻新的患难跟诱惑 必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才能在今世的大征战中继续靠主站立得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世代难以理疗的 有许多的试探 有许多的患难 有许多的诱惑 是呢 真的是百花齐放的 是花样翻新的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求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真的要铺满我们对神的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啊 我们会亏欠神 我们会对一件事情不能够忠心 我们不但没有了神的真实 我们也让撒到魔鬼留了地步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穿戴全副金装 以至于我们能够呢 怎么样啊 从那恶者的身上 然后氛围里面 恶者的抵挡里面 然后呢 走出来 还要得胜的 哈利路亚 求主建立他美好的话语 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 最后我以牧师的身份 来鼓励弟兄姐妹 你们已经预备了吗 今天的挑战 不是一天一月完成的 今天的挑战可能已经来到了一年 今天来到的日子呢 已经十二月份了 然后也就是告诉我们 从MCO三月开始一直到今天 我们的地地切切呢 这个九个月的挑战当中 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为主做了什么 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 好好的阅读一本书局吗 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 读经 祷告吗 甚至我们继续做完成 我们还没完成的QD 快的时间 弟兄姐妹 我相信 神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带领我们 我们应该好好读完整本圣经 还要每天用经文 圣经来更新自己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一计划 我求主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 我们还有多一周就满十周 也就结束了我们诗篇一百十九篇 弟兄姐妹 我但愿你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是蒙恩蒙福的 在你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的时候 不要忘记神 在你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痛苦的时候 更不要忘记神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献上感恩 因为我知道上帝啊 你是亲祷告的神 在你处你以外 别无拯救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所信靠的 所相信的 是主啊 你的话语 好让我们不轻看你的话语 在这最大的难处当中 主啊 我们要靠着圣灵 帮助我们明白神你的话语 我祷告我祈求 愿弟兄姐妹被挑望起来 成为大能的勇士 他们要穿戴全副金装 以至于他们可以谨慎 免得跌倒 父啊 我们祷告祈求 就如同在格林多前书 第十章十二节说到的 我们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求主带领我们 赐福于我们 如此祷告 来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愿上帝赐福大家 我很期待 第十周再见到大家晚安